這招話題則是要帶大家來關心 這是之前韓國瑜宣布 要公布自己的房產資料 那麼在他從工作以來 買了6個房子 有5個是買賣 其中也包括加拿大 這個房子後來說是家人自屢 24歲的韓濱 因此在加拿大房產曝光 也來熱烈的討論 我們帶大家來看 今天為什麼又變成話題 一開始說這是26坪地下室 那麼龐系長輩送給韓濱的 第一時間討論的當然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到底需不需要繳遺產稅 那麼事實上如果是在加拿大的話 只要繳一個叫做過戶費就好了 房價的1%左右 如果對照在台灣贈予稅的話 這一筆其實就這樣省下150萬了 不過今天再度成為話題 其實討論的倒不是贈予稅 而是房型 第一時間講到地下室 大家想的可能就是台灣的地下室 但是在加拿大 這個房型是比較不一樣的 周開在今天直接曝光了 這是偏向叫做花園景觀的套房 畫面當中可以看到這四個舉例 所謂的花園景觀套房 雖然也在地下室 但是事實上是一半 1%在下頭 上面2%是有開窗戶 它比較像是 加拿大在地他們的一種建築方式 詳細的情況到底如何 連線要嚴寶告訴大家 嚴寶 韓國瑜近期的民調大幅的落後 我們帶大家來看 這位是韓正銀核心的幕僚 潘恆旭 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是如何做解讀的呢 他今天上廣播節目 告訴主持人說 他對於韓國瑜的選情非常有信心 那麼他是這麼想的 說目前韓國瑜只有在高高平 還有台南看起來是比較落後的 關鍵就在台南了 如果台南贏回來 那麼2020這一場 他們認為輸贏就在50萬票之間 話說完之後 趕快要帶大家來檢視 這番話到底可不可行 有沒有可能成真 我們找到的是 在最近的聯合報的民調 英德沛贏了國政沛 可是足足領先有16% 如果再細看一下 的確看起來 小英組合在高高平這一部分 還有台南的確是 大贏韓國瑜 可是贏的不單單只有這裡 如果你看看 在北北基 中張投雲 加南 數字都是贏很多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潘恆旭為什麼這麼說 看起來我們從雲林以北 中張投 然後桃竹苗 雙北跟外島 還有東台灣 其實都是領先的 我們目前輸是輸在高高平 還有台南 那高雄人他有一些 對韓國瑜他 他沒有滿一年就跑來選總統 是有一些不滿 還有就是他認為說你是老跑市長 但是他們不太了解說 其實他是為了要高雄更好 所以才來選總統 所以未來一個月 包括我們12月21號在高雄會辦 挺韓大遊行 剛好那天的引力他們辦一個 是霸韓大遊行 那我們在這一個月之內 其實我們會希望讓高雄人知道 高雄這一年來的改變 高雄這一年來到底有沒有 變得比較好 去喚醒人們對於高雄去年的初衷跟感覺 所以其實只要高高平跟台南 小輸或打平 韓國瑜就會贏 但今年的選舉其實非常的激烈 我估大概其實輸贏在50萬票 你剛剛是講50萬到100萬票 現在你是講50萬票 就是贏會贏50萬票 輸也是輸50萬票 繼續還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香港的情勢 香港間所有的中小學宣布復刻了 大部分的交通也恢復正常 不過之前的禮大到現在被圍第三天了 我們要帶大家看中午有更多人 自發性的上街頭來遊行表達抗議 現在香港的情況到底如何呢 我們帶大家透過這張圖表 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其實精銳部隊出現在香港了 這些解放軍說起來大有來頭 叫特戰八連 其實他們穿的衣服背心 毫不避諱就要讓你知道 他們是所謂的雪風特戰營 也就是中國所謂最強的反恐特戰隊 最厲害的大家反恐偵察 槍械跟戰術 過去駐紮在新疆跟西藏 這是他們為人所知 最近都在這兩個地方 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香港 而且還說是要來侵怒仗的 但這也造成了港人心理上 有更大的壓力 我們帶大家進一步了解 加文 據於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 他就任已經2887天 之所以會這樣算實在是破紀錄了 他是日本 一百里真慶共 紀安請求大法會 歡迎全國生身參香記憶 新立在位30廟 竟然12位設立 超級夜總會來收聽 從跑龍頭